李小璐与PG1事件之谜,原来出轨不是真的?背后真相透露 自从李小璐与PG1事件以来,社会各种不同媒体吵得热血沸腾,一打开百度搜索李小璐与PG1无人不知小此非闻,都快要火到西天极乐世界去了 然而近日经某一网友真实报道声称,原来李小璐出轨PG1事件根本为骗局一个,如下同大家分析下次故事的前因后果 据了解,李小璐小姐在当晚夜宿时所爆出的照片相当模糊,都是一些行为不轨之人伪造所致,缺乏一定的可信度 他本人在当天晚上也有发出微博消息解释澄清此情况,而且贾乃亮先生也发言于微博上,对老婆的行为举止表示十分信赖 同时风采迷人的马苏小姐也有聊天记录可以澄清,故事的整个过程缺乏足够的证据,基本是伪造的编剧,不足为信 据透露,主要原因是某不轨组织与某狗仔联合好水军进行炒作圈钱,而在贾乃亮先生付1400万巨款以后,某人拿到了这笔资金 李小璐的飞文就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,所以李小璐与PG1飞闻事件,原本就是一个迷人的骗局 这毫无疑问应验了一句话 有娱乐圈的存在必有绯闻的发生,除非你做回平凡人,大家认为是不是这样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